深夜饭朱饮,想吃影帝前男友做的浇麻鸡 于是我假意复合,等吃腻了再脚板串 影帝当晚直接开直播骂我 家人们谁懂啊 他看鸡的眼神比看我还深情 我在他眼里还比不上一只鸡 网友安慰,没看鸭你就偷着乐吧 1.我是娱乐圈最爱吃的女明星 多次因吃称小腹,被媒体怀疑怀孕闹上热搜 经纪人提醒我注意形象 可我就是管不住我这张嘴 我本来觉得嘴馋并不是多大的毛病 直到一星期前的深夜 我因为嘴馋,和前男友复合了 我前男友是娱乐圈的影帝灵溪燕 众人只知她演技精湛,长相清俊 却不知她也做得一手好菜 尤其是那道浇麻鸡 鲜香麻辣,清爽可口,一吃就停不下来 那天晚上,我刷视频,看到浇麻鸡 瞬间联想到灵溪燕这道拿手好菜的口感 蝉虫立马占领大脑 我抓心脑干的想要,发自肺腑的想吃 在床上一脸滚了好几圈 都没能抵消掉这股蝉意 刚巧灵溪燕在此时向我提出复合 我顺嘴就答应了 现在想想,真是蝉虫上脑,毫无理智啊 嗯,宝宝,晚上想吃什么 灵溪燕裹着围裙从厨房出来 亲密的在我家边蹭了蹭 我想了想,焦麻鸡 她笑了,一连吃了七天,你吃不腻啊 好吃吗,我冲她撒娇 她低头亲了亲我的唇 说,等着,给你做 很快,热腾腾的菜上桌 焦麻鸡,焦岩鸡架,辣炒鸡杂,虾仁蒸蛋 灵溪燕美其名曰,鸡的全家 我嘴上说着,罪过罪过 实际吃着真香真香 灵溪燕看我吃得欢,坐在那打去我 看鸡的眼神比看我还深情 我都要怀疑你是为了吃财和我复合了 我心里一个灯,你猜到了 她变了脸色,我忙又加了两筷子 魂牵梦营的焦麻鸡在一连七日的宠幸后 终于失去了她的魅力 我决定放下筷子坦白 既然你都猜到了,我就不隐瞒了 就是你想的这样 灵溪燕愣住 你真是为了吃财和我复合呀 是,那你那晚说的想我,忘不掉我 想你做的菜,忘不掉你做的菜 灵溪沉默少许,自我安慰般道 算了,总归在你那儿留了个念想 她起身收拾碗筷,问我 明天想吃什么,还吃焦麻鸡吗 我摇摇头,有点腻了 那给你换换口味,最近螃蟹还不错 你想吃清蒸的,还是红烧的 我犹豫都被你识破了 不然还是分了吧 灵溪燕停在原地看我 那视线压迫感十足 我低着头,不敢与她顿视 许久,头顶响起灵溪燕咬牙切齿的声音 吃干抹镜就跑 桑明,你真是好样的 三,和灵溪燕分手 我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毕竟哪个吃货能抵挡住这样一位厨艺精湛的男朋友呢 可没办法,她管得实在太多了 和她恋爱的那一年 我简直像找了一个爹 她不让我在红毯上穿落背的裙子 不准我化过浓的妆 要求我每天给她报备行程 还勒令我一定要在晚上十一点前睡觉 可我是女明星啊 平时出门就没什么自由 我可不想再找个人这么管着我 于是我提出了分手 灵溪燕是不太想分的 还说她愿意改变 但我那时刚巧要进组拍戏 也就没什么时间和她联系 就这么不甘不脆的分了手 灵溪提出过几次复合 我都没答应 直到那晚蝉虫上脑 我裹着被子想 看来管不住嘴 毛病真挺大的 一觉睡醒 经纪人的未接电话多达十一个 我忙回播过去 电话那端是她疲惫的嗓音 看热搜 我一眼点开 差点被满屏的暴闪瞎了眼 警号灵溪燕 直播警号 警号灵溪燕 被甩两次警号 警号桑林 灵溪燕警号 警号焦麻鸡到底多好吃 警号 我果断点进名字相关的词条 看到了热心网友的直播录屏 画面中 灵溪燕面颊飞红 手里握着一瓶昂贵的红酒 眨着通红的眼对镜头说 失恋了 来聊聊天 直播间瞬间涌入万千观众 灵溪燕断断续续和观众聊起来 是我被甩 还被她甩了两次 怎么会被甩两次 灵溪燕自嘲般笑了笑 这个问题我不想回答 你们猜猜复合的原因 她觉得我做的焦麻鸡好吃 为了吃鸡和我复合 七天吃了14次 要不是早上起不来 估计得吃21次 早上为什么起不来 这个你们不用知道 鸡骨头都还在家 她却已经走了 我冰箱里的鸡还没消耗完 她就说已经吃腻了 平时看鸡的眼神比看我还深情 我在她眼里还比不上一只鸡 脱光了彼得上 这个我测试过 直播间的弹幕已经是满屏的 哈哈 对不起 但是真的好好笑 哥 你继续讲 我快笑死了 这个焦麻鸡到底多好吃啊 谁懂啊 我本来是想安慰她的 但是我一打字就是 哈哈哈哈 她没看压你就偷着乐吧 哥 自信点 她这次能为了鸡和你复合 下次也能 你的文字还爱她 嫂子是谁啊 我们帮你追回来 鸣线静凝视着镜头 没说话 录屏到这里结束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鸣线还没醉到 供出我是谁 我放心地点开评论区 发现网友固执 且专一地刷了一个名字 桑宁 这要不是桑宁 我道理洗头 家人们谁懂啊 当这种离谱的事 套到桑宁头上 瞬间合理了起来 桑宁多爱吃 不会有人不知道吧 为了焦麻鸡 和前男友复合 桑宁 真有你的 娱乐圈著名 贪吃好色女艺人 桑宁 桑宁 别躲在手机屏幕后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看 吓得我立马丢开了手机 死 直播的热度 持续在发酵 经纪人的态度 却实现180度大逆转 他兴奋打来电话 我刚刚给你接了档综艺 和林心燕一起 我大惊 我刚和他分手 你想我死吗 美食综艺 他拿捏死学班开口 他负责做 你负责吃就好了 我犹豫 还是会尴尬吧 不止你们两个人 还有其他男女嘉宾 经纪人说 如果你不想和他扯上关系 刚好趁这个机会澄清一下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就这样 我拖着行李 来到了综艺录制现场 心动厨房 是一档以美食 和美景为主的综艺 采取直播和录播 双线并行的方式 拍摄地在物产丰富的小山村 眼下是节目组的第一次直播 主持人在一旁 亲情介绍规则 咱们的三位男嘉宾 已经去做菜了 他们将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来俘获两位女士的芳心 究竟谁能得到 明天的厨房搭档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林熙燕呢 我要看林熙燕 你们这美食综艺 怎么搞得和恋宗一样 还俘获芳心 名字就很诡异了 心动厨房呢 三男两女这配置 岂不是注定有人落单 雄静好啊 我就要看雄静 我和另一位女嘉宾徐瑶 一边等菜 一边和弹幕互动 我几次张嘴想互动 却发现根本无从护起 因为弹幕真的很不给面子 为了吃分手瓜 才来看的节目 有没有一样的 楼上加10086 最爱看这种分手情侣 再聚首的戏码了 桑宁 焦麻鸡好吃吗 能不能说说 为什么甩铃鲜两次啊 这叫我怎么答 女嘉宾需要颇体贴 主动与我搭话 桑宁 你是因为什么 才参加的综艺啊 听说有好吃的 我就来了 哈哈 我也是 就这么一直聊到了上菜 菜品是由工作人员端上来的 分别有螃蟹炒年糕 焦麻鸡 松鼠鱼 分不清哪道菜到底是谁做的 三位男明星裹着围裙 在餐桌对面一字排开 大概是颜值逆天的缘故 他们仅仅只是这样站着 画面冲击感就十足强烈 我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有的富婆 吃饭会点18的男模 因为光是看着 就感觉食欲大增啊 弹幕此刻也很疯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林仙穿围裙这么帅 桑宁 你背着我们吃太好了吧 好友人富感 好想娶回家 我都不敢想象 他如果只穿着围裙 给我做饭 那该有多诱人 我不禁轻咳一声 因为我也想到了那个画面 是林仙所谓的娇麻鸡 与他谁更重要测试 那天他裸着上身 紧围着围裙就过来了 他喊我吃饭 我休暖 你怎么穿成这样 他一扯围裙计带 厨房太热了 我不太信 毕竟他是连厨房 都装了空调的人 但不做饭的人没有发言权 我索性不吱声 林仙催促我动快 我的视线却始终没办法 从他的身上一开 动着动着 就动他身上去了 我捂着脸颊想 看来他吃好色的评价 一点错都没有 直播还在继续 主持人要求 我和徐瑶在逐一品尝之后 选出最新冻的一道菜 促成明日厨房搭档 我满心都是避开林仙燕 视线在三道菜中勋寻 焦麻鸡肯定不行 毕竟他的拿手好菜 就是焦麻鸡 逐个品尝后 我最终选择了松鼠鲑鱼 毕竟林仙燕 从没给我做过这个菜 选择已定 主持人邀请三位男嘉宾 走向盛放着自己菜色的餐桌 我就这么眼睁睁的 看着林仙燕一步一步朝走来 他脸上的表情好似在说 我预判了你的预判 林仙燕落座 避开镜头小声说 没想到吧 我心学的 我压低声音与他理论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避嫌吗 应该呀 林仙燕一脸无辜说 但这是你先选择的我 我怎么避 我悄悄一脚踩在林仙燕的脚上 在他略微睁大的眼睛里 我轻哼一声 让你避不开 直到节目全部录完回房间 我才知道 我踩林仙燕这一脚上热搜 还是以警号桑宁 家暴警号这样的方式 每条博文都在重复 我踩林仙燕的镜头 满广场都是众人的调侃 本来我还不信这俩有一腿 但桑宁这一脚实锤了 这还录着节目呢 一点不拿 我们当外人是吧 我这辈子 踩过无数人的脚 但主动踩的只有一个 我男朋友 什么家暴 看林仙燕的表情 发现他确实挺享受的 嘴角都微微上扬着 更生气了 我正要联系经纪人撤热搜 房门被敲响 门外站着斗恩本人 林仙燕 怕你住不惯 给你带了点东西 他手上拎着纸袋 一件一件往外掏 这是屈蚊的 山里蚊子多 你平时把它带在身上 能起点作用 如果已经被咬了涂这个药 蚊虫叮咬很有效 这个毯子晚上睡觉该身上 早晚温差挺大的 这个保温杯里 我装了热水 你放在床头 留着半夜醒的时候喝 还有这个 我打断他 林仙燕 你知不知道 我们已经分手了 林仙燕抬头 知道 所以呢 那你还这么对我 如果是情侣关系 我还能安然享受他的照顾 可我和他都分手了 那这算什么 林仙燕笑了笑 我们是分手了 又不是我不爱你了 况且 我从来没想过和你分手 我正愣地看着他 如果你实在接受无能的话 那理解为 我追喜欢的女孩子 会不会好点 我喜欢你 我想追求你 所以我想对你好 他将纸袋放在我的手上 给我第三次被你甩的机会 好不好 六 拜林仙燕所赐 我一晚上没睡好 脑中不断浮现 和他的恋爱过往 甚至 我想起的还不是他的不好 全是他的好 除了管得太多外 林仙燕作为男友 简直无可挑剔 他的颜值和身材都很顶 哪怕是 对我这样的色中恶鬼来说 都属于满分的水平 会做菜 并且做菜好吃 爱做家务 爱干净 甚至还很能容忍 我的各种小脾气 有时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无理取闹 但他偏偏能毫无立场地 站在我这一边 我的心中溅起涟漪 下一秒 又被我无情镇压住 不行 已经分手了 而且分手两次了 不能再想 我略令自己睡觉 就这么煎熬着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主持人宣布今日任务 今天要进行直播间 人气分组大对决 简而言之 就是在做饭的时候开直播 吸引人气各评手段 在截止时间内 人气最高的一组 将获得特殊奖励 那我岂不是烈士很明显 落单的男嘉宾爱好 他们都成双成对的 就我一个人 行单引之 主持人笑着提醒 不一定两个人搭档 人气就高啊 没准还有别的办法呢 男嘉宾一脸若有所思 等到正式开播 我才知道他想的办法是什么 他把上衣脱了 裸着上身 绣着整齐的腹肌 和龙齐的手臂 给直播间的网友展示 如何洗一颗小番茄 在他的手下 连红彤彤的番茄 都变得色情 别说直播间的网友了 我都爱看 在我的眼神不受控制般 挪去第三眼后 林熙燕悠悠开口 一直这么扭着头 挺累的吧 要不你站她面前去看 不用 不用 我心存理智的说 去吧 多好看啊 林熙燕又哄到 我一个人也行的 要不是我看到了她的脸色 我真要以为 她是让我去的意思了 谢谢姐妹们提醒 这直播间果然有糖 林哥一句话 我就到了山西 错位好重啊 谁粗谈的打翻了吗 不怪桑明姐 我刚刚去那直播间 看了一眼是真好看 大概是秀夫妻 吸引人气的策略奏效 在徐瑶的尖叫声中 和她同组的男嘉宾 紧跟着也脱去了上衣 我默瞪口袋望过去 再默瞪口袋望回来 你要脱吗 我问低头洗菜的林熙燕 不 为什么 我不解 等一下我们就输了 她凉凉扫来一眼 你想我脱 不等我点头 她又说 你不是见过吗 说清楚 在哪里见过 不说清楚 我可要造谣了 你们俩干脆承认算了 这和公开恋情 有什么区别 还挺有难得一难的 啊啊啊啊 托给我看 桑宁到底什么时候 给我割名分 我都等着急了 我悄悄扭开头 假装没看见 给名分那条弹幕 七 在其他两组 各出奇招的情况下 林熙燕也想了一个办法 她对着镜头说 听说大家对我的恋情 挺感兴趣的 接下来随机抽取弹幕进行 有问必答 有什么想知道的 都可以问 弹幕在瞬间沸腾 第一轮抽到的弹幕是 甩你两次的人是桑宁吗 我的心猛的一颤 就听一旁的林熙燕 有一开口 是不是不太好说 在一连串 哈哈哈哈中 新的问题诞生 被甩的原因是什么 她想我管得太多了 林熙燕自我检讨般答话 这个确实是我的问题 我也一直在改 我以前觉得 她是需要被照顾的女孩 总想要方方面面 都把她照顾好 但她其实是很独立的人 是我单方面的自以为是 林熙燕笑了笑 我想要她离不开我 但其实没有我 她照样能活得很好 这番话 林熙燕从未对我说过 我猛然意识到 这可能不是有问必答 而是她对我的偷白 我悄悄看林熙燕一眼 发觉原来她也在看我 弹幕还在问 还有复合的可能吗 林熙燕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 眼神问询我 你想答这个 嗯 我不想啊 这话和直接承认 有什么区别 弹幕全是小机灵鬼 反应过来后全疯了 啊 林熙燕 你告诉我 为什么你和前几有复合的问题 桑宁能回答 这俩摆明了 就是友谊腿吧 求求你的别瞒我了 我真的很脆弱 告诉我 你俩谈过 对吗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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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弹幕的热情 在骤然间达到最高点 我深吸一口气 再隐瞒下去 显然不合适 还容易激起网友的逆反心理 我一咬牙 一跺脚 索性承认 是的 谈过 甩她两次的那个人 就是我 弹幕瞬间化身 吐蕃鼠尖叫 我望着林熙燕 回答刚刚的那个问题 至于复合 我体面说 看缘分吧 她没有直接拒绝 她还爱她 姐妹们大胆科 我估计这俩人 很快就要复合了 你俩能不能莫名其妙 亲一个呀 就当是为了我 色诱吧 林熙燕 无论是美食还是美色 桑林她就吃这一套 毫无疑问 在承认恋情后 我和林熙燕 拿下了直播间人期第一 但就这么公开属实 是我没想到的 我只能安慰自己 好歹还有节目组的特殊奖励 主持人兴奋宣布 恭喜你们 获得最佳厨房拍档的称号 这是你们的奖牌哦 我愣了足足十秒 这就是奖励吗 是的呢 那我公开恋情的意义何在 吧 公开恋情这段又上了热搜 即使是已经分手的情侣 网友八卦的热情丝毫不减 从林熙燕醉酒直播 再到心动厨房的种种 甚至扒到了 我和林熙恋爱那年的蛛丝马迹 说着分手情侣就是好磕的狠话 我打电话和经纪人报备 不料她对我此举异常满意 还夸我 不错 这时机抓得很准 这时候公开话题度就是最高的 你什么时候这么开窍了 我云里雾里挂断了电话 热搜上除了挂着我和林熙燕外 还挂着那两位直播秀腹肌的男嘉宾 评论区都在遗憾林熙燕怎么不秀 我也颇遗憾 毕竟林熙燕的腹肌算是我见过的腹肌里 长得最好看的 我往下刷着评论区 看到有热心网友晒出 林熙燕在某电视剧洗澡的名场面 还是动图 温热的水流顺着结实的肌里滑过 还有人激情放出林熙燕腹肌急紧的链接 我点进去 看到了一只心心念念的腹肌 有的是电影和电视剧中的截图 还有的是综艺玩游戏时无意间的露出 我主张往下翻 嘴角不自觉越敲越高 正要退出 却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给那条微博点了个赞 我头皮一麻 果断取消 生怕桑宁点赞林熙燕腹肌在闹上热搜 微博也不敢刷了 我退出软件 手机顶端爆出新消息 林熙燕 图片图片图片 一共九张 清一色的腹肌照 我以为是我偷看他腹肌的事情败露 连一眼都不多瞧 矜持敲了个问号发过去 林熙燕 看到你点赞了 我辩解 我那是手滑了 林熙燕 那我也手滑了 林熙燕 撤不回来了 你凑合着看 我实在说不出我不爱看的微信话语 索性光明正大的欣赏 最后九张图全进了我的隐藏相册 林熙燕如敬夜的售后客服般发来消息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我还能再拍几张 我 我实在纳闷 林熙燕怎么突然奔放 他以前可是货真价实的牢骨板 除了在床上 其他时候根本不让我脱他衣服的 再想 好像是从焦麻鸡时期开始改变的 毕竟他那时就能想到 饥合脱光了的 他到底谁更重要的测试 林熙燕回 色诱你 我懵了 他又给我发来一段视频 镜头直对他的腹肌 他的手在上头 似有若无的撩拨着 背景音 还有他刻意压低的嗓音 你不想摸摸吗 你以前最爱摸了 这次我随你怎么摸 我不反抗 你要不要来 我脸瞬间爆红 如烫手扇一般 扔开手机 我还忍不住想 这男的疯了吧 九 第二天见到林熙燕 我满脑子还是说骚话的他 好在他也颇不自在 目光都不敢在我身上停留超过三秒 看来这人并没有完全病气羞耻心吗 我又来劲了 我故意挨着他一起吃早餐 小声说 你昨晚色诱我呀 喝牛奶的林熙燕呛了一下 他呛得满脸通红 眼眸湿润看我 祈求斑开口 饭桌上 别说这个 可他越是这样 我越来劲 我还想调戏他 主持人与摄像小哥陆陆续续到场 我强行忍住冲动 今天的综艺任务 是给村里的十位老人 做一桌宴席 但节目组很狗 他们不提供食材 食材只可以通过游戏获取 或者去山里咨询 一整个上午 我们都在与节目组斗智斗勇 游戏类似于那种翻版游戏 每种食材的背后 对应着一句真心话 或一次大冒险 只要完成挑战 就可以获取食材 直播镜头已经假期 林熙燕首先选了肌肉 对应的挑战是 上一次练情 在什么时候 这问题对其他明星来说 或许是致命的 但对林熙燕来说 毫无挑战性 他从容回答 十天前 肌肉顺利到手 弹幕哀声叹气 为什么偏偏让他抽到这个 根本难不倒他 心动厨房 你要诠释这个幼儿园的尺度 那你干脆别播了 让我来问啊 啊啊啊 上一次对在什么时候 其他男女嘉宾 有些被吓到 犹犹豫豫不敢上前 我心说 反正我和林熙燕的 面情曝光的差不多了 勇敢迈出第二步 我选的鱼肉 对应的挑战是 和你左边的人亲一下 我左边的人 是那位爱脱衣服的男嘉宾 我眨眨眼 一时间不知道 是要放弃挑战 还是咬牙坚持 林熙燕突然开口 等等 晚上用不到鱼肉 鱼肉刺太多 老人家普遍吃不习惯 你小子 你什么花花肠子 我清楚得很 你们就让让他吧 真要让桑林亲了这一口 他连晚饭都没心情做了 有一说一 我80岁的奶奶 确实不爱吃鱼 许是为了弥补我鱼肉的损失 林熙燕又站出来选了牛肉 牛肉对应的挑战是 最想对前女友说的一句话 他简直是不假思索 做我先女友吧 这下不光弹幕 连录制现场都满是起哄声 我简直不敢抬头 看任何一个人 还纳闷 这人怎么越来越放得开了 被林熙燕的热情带动 其他三个人也勇敢接受挑战 一轮接着一轮下来 把我们在场几个人 那点感情的事 抖得清清楚楚 林熙燕和另一个男嘉宾低着头 用已有的食材 你晚上的菜单 最终说 还缺了几个配菜 但目前版上就剩下一个土豆 我决定待会儿 无论是什么挑战 我都要咬咬牙坚持 翻版 土豆背面是 公开你的隐藏相册 我头皮一麻 瞬间联想到 我保存的那些 林熙燕的腹肌照 这怎么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 我的犹豫在其他人看来是为难 他们纷纷帮我说话 算了 算了 土豆不要了 就是啊 节目组这么晚 还想不想要我们 请老人吃饭了 但沐宇现场完全是两个极端 啊 我要看 桑宁肯定有很多存货 我要看 我 要 看 天 不会有没穿衣服的林熙燕吧 我要看 林熙燕开口 土豆不要了 我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我决定让林熙燕自己拿主意 我把他叫过来 把我的隐藏相册点开给他看 可以吗 林熙燕看着看着脸就红了 他似乎差异于我会保存 又似乎惊喜于我会保存 最终扭捏说出一句 随你 为了土豆 我决定公开 弹幕炸了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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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宁 你私底下吃太好了吧 姐妹们赶紧截图 就这几张腹肌照公开 还要犹犹豫豫 我都不惜地看 稀溜稀溜 你们真的是分手的情侣吗 我们网友是你们play的一环吗 桑宁也真是的 福尔苦笑 马德受不了了 赶紧给我复合 十 午饭过后 我们五人围坐在一起 商量下午的分工 林熙燕主厨 另外两位会做饭的男嘉宾帮厨 这样就剩下我和徐瑶身上无任务 徐瑶主动提议 我可以去山里采蘑菇 我在山里长大 知道哪些蘑菇好吃 哪些蘑菇不能吃 我立马道 那我和你一起去 好爷 这样就能做小鸡炖蘑菇了 不过就你们两个女孩子 山里会不会有危险啊 徐瑶连忙说不会 还和两个男嘉宾 讲起小时候采蘑菇的去世 林熙燕把我叫到一旁 注意安全 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早点回来 知道吗 我点头 她又交代 紧跟着徐瑶 不要一个人擅自行动 采不到的蘑菇就算了 别逞强 我情不自禁抱怨 林熙燕你好啰嗦 她正了正 四安府般开口 安全回来奖励一张照片 谁要她的奖励了 我真不是那种人好吗 被林熙燕气到 我采蘑菇的时候都格外有劲 每个蘑菇在我眼里都是林熙燕 我采我采我使劲采 徐瑶在一旁打去我 林熙燕出发前和你说什么了 你这么有动力 我那是动力吗 我那明明是愤怒 我把奖励照片的事全说出来 着重强调林熙燕好自恋 她物字笑得开怀 你们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复合呀 我都等着急了 我瞬间扭捏 还没想好呢 啊 就是还没想好要不要和她在一起 她笑着问在纠结什么 我踢着脚底的小石块 缓缓吐露心底的石化 就感觉和她在一起一行 不在一起似乎也没什么 我求助般看向她 你说我这是不是 没那么喜欢她的意思 那你想过和别人在一起吗 我缓缓摇头 她笃定 那看来是林熙燕 你的安全感太足了 嗯 因为无论你们是分手还是在一起 她始终都这么对你 所以你才感受不到差别 如果分手后 她直接和你老死不相往来 你会怎样 我眨眨眼 不知道如何作答 因为这是我从未设想过的画面 她笑着说 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林熙燕会离开你 似乎确实是这样 就算分手 林熙燕也一直在提出符合 她从来没让我觉得她不爱我 我也从来没想过她会离开 你会那么想 是因为你知道 无论你什么时候回头 林熙燕都会在那里 所以你不着急和她在一起 你想要慢慢看清楚自己的心 她假设 要是她某天突然和别人在一起了呢 不行 我脑中疏定冒出这两个字 坚定到连我自己都觉得吃惊 徐瑶拍着我的肩膀说 因为她喜欢你 所以她才愿意陪着你闹 但感情的是最怕耗了 别弄得像我一样 想回头了 人却已经不等在那了 我正愣地望着她 她说加油 一时间和林熙燕复合的欲望 简直达到顶峰 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和她在一起 徐瑶笑着说 知道你归心四见 好在蘑菇才够了 回吧 十一 回到家 厨房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十几个镜头对准林熙燕 多角度拍摄她下厨的画面 我实在没勇气 在这么多镜头前和她复合 刚巧邀请的十位老人快到了 琐碎事情很多 我决定一切等录完今天的节目再说 但心里揣着是 总归不自然 林熙燕不知怎么看出我的心不在焉 趁老人吃饭时偷偷问我 和徐瑶闹矛盾了 我摇摇头 她还要再问 我也偷偷说 我喜欢你了 镜头扫过来 我和她自觉闭嘴 但这回不自然的人变成了两个 一直熬到节目录制结束 林熙燕将我拽回她的房间 压在门板上问 喜欢我的什么意思 我还上她的脖梗 主动提提 想和你在一起的意思 这次是因为什么 晚上的番茄炖牛腩 很合你的口味吗 我笑着说 这次是因为你和我的口味 林熙燕还是不信 我的色又策略奏效了 一提起这个 我就想笑 我称她 你都从哪里学来的呀 自学成才 林熙燕说 你以前就爱不释手 我发照片缠缠你 总能勾引到你的 不得不说 她非常了解我 我忍不住问 那要是色又没用呢 那就实用 她说 不过这个得等到节目录完 毕竟你现在每天 都能吃到我做的菜 是哇 好幸福 我抱着她 林熙燕似乎有点信了 她低头在我额头亲了亲 怎么就喜欢我了 一直都很喜欢你 我仰头和她倾诉 只是我以前太任性 看不明白 谢谢你愿意 包容我所有的小脾气 愿意陪着我坐天坐地 除了你 我大概找不到 第二个这样的人了 不说 剧掉大概 林熙燕一脸正经说 只有我能做到 所以你要好好珍惜我 知道吗 我忍不住笑 好 林熙燕紧紧抱着我 许久 她以商量的语气开口 以后可以不要轻易 把分手说出口吗 你都不知道 你每次提分手 我有多难过 好 我心疼地抱紧她 以后我好好爱你 林熙燕低眸望着我 那一瞬间 眼底的预色 几乎快将我吞没 我主动点脚 吻上她的唇 她吻得很凶 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凶 待一吻中了 她的手掐着我的腰 在我的头顶控诉 宝宝 你真是个坏宝宝 她所有的委屈 似乎都在这句话里 倾诉一空 我忍不住笑 也忍不住泪 我承认 我是 十二 和林熙燕复合后的第一件事 是找经纪人报备 我主动说 我和林熙燕又在一起了 她反应平平 嗯 我想公开 不可以 经纪人态度坚决 对你有影响 不会的 粉丝都很乐意 看我和她在一起 是对你的人设有影响 经纪人说 你忘了你的成熟知性 一解形象了 我还有这玩意儿 分分合合 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真不知道林熙燕 是怎么忍你的 经纪人骂道 要我说 林熙燕的脑子构造 也不太正常 她谈恋爱是纯看脸吗 她爱我的内涵 抱歉 没有 反正暂时别公开 等你们感情稳定再说 于是我和林熙燕 只好先瞒着 但感情的是 要是能瞒住 那就有鬼了 又是一次心动厨房的直播 我和林熙燕明明没做什么 但弹幕已经磕风 我刚刚是看到 这俩偷偷牵手了吗 据不知名统计 这俩在吃饭的时候 偷偷对视11次 你告诉我 这是前任关系 不公开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我是来学做菜的 不是来看你们秀恩爱的 林熙燕的眼神 已经说明了一切 以前这哥的眼神 好想做她男朋友 殷殷殷 现在这哥的眼神 她是我的女朋友 嘿嘿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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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心动厨房 全部录制并播出完毕 我和林熙燕 才被允许考虑公开的事 但林熙燕最近很忙 正是节目中 放了许多她做饭的片段 厨艺精湛的她 吸引了众多粉丝 上的厅堂 下的厨房 是网友对她最热的评价 她一跃成为网友口中 人肤感最强的男明星 每天的评论区 我都能看见 粉丝嗷嗷说着想娶 我也想娶 索性去和林熙燕领了结婚证 林熙燕捏着红本感慨 这下能公开了吧 我点点头 本来我的想法是 发微博公开就行 但林熙燕这人 颇有仪式感 她认为在哪爹岛 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所以她选择了直播公开 和当初醉酒直播同样的场景 她坐在镜头前 只不过身旁还多了一个我 面对直播间的万千观众 她笑得春风得意 林正了 来聊聊天 把狗骗进来杀 这么久没消息 我以为你俩没戏了 结果不声不响的林正了 好好好 林正好 是她主动提的林正呢 你们猜猜林正的原因 我不想猜 哥 你收着点 嘴角都快咧到后耳根了 还是分手的时候 看着顺眼 现在太显眼包了 楼上加一 我待会儿打算 把最久直播的录屏再看一遍 林正笑着说 她说她想喊我老公了 没办法啦 为了这一声名正言顺的老公 我只好先领证了 弹幕终于受不了了 怒吼 桑宁 你管管她 我连忙捂着林正的嘴 对着镜头说 好好好 我管我管 我管她一辈子 晚安